公输义族是非常特殊的存在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 他们算是班门旁系 义族对鲁班大师可谓是恨之入骨 当然 最主要的还是对鲁班大师的畏惧 生怕人族再出一位鲁班大师这样的宗师 所以义族对班门 甚至对鲁班大师后裔 进行了一系列的暗杀 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班门才会绝技 鲁班大师的后裔也隐于世间 当初 若不是秦义晨经过公输义族 还真不知道有公输义族的存在 当然 前世他和公输义族并没有多大的交情 但是这一世却不同了 秦义晨获得了鲁班大师的传承 算是班门掌门 若是能拉拢公输义族 那他也才有能去和封家交涉的底气 虽然班门已经落寞 但是公输义族好歹也是班门旁系 绝对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不过公输义族几乎与世隔绝 秦义晨此去也不知道能不能成 嗯 正想着 那边赵亚柔站起身来行走的时候 却怠眉微醋 步伐也有些不稳 怎么了 秦义晨一把扶住他 关切地问道 我 我 我 赵亚柔支支吾吾 说不出所以然来 而且眼眸变得有些迷离 额头发烫 糟糕 难道是中毒了 秦义晨眉头一簇 当即手掌搭在了他的手腕上 片刻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果然没出他所料 是中毒 接着他从戒指内拿出一张毛毯 垫在地上 然后将赵亚柔缓缓地 小心地放在毛毯上 吃啦 他手指一划 划开他的衣衫 看到他身上的几道伤口 虽然服用了疗伤单 赵亚柔的伤势已经见好 但是伤口却一直没有愈合 相反有恶化的迹象 这是一种恶性的毒药 如果伤口得不到妥善地处理的话 会持续恶化 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好在这种伤口 秦亦臣曾经处理过不少 所以处理起来也很快 但是最后一道伤口 却是从赵亚柔胸口蔓延下来的 秦亦臣迟疑了 在他犹豫着要不要处理的时候 或许是因为伤势得了疗痣 赵亚柔缓缓转型 别动 秦亦臣的声音传来 让原本想要起身坐起来的赵亚柔 停住了动作 他睁开眼睛 疑惑地看向秦亦臣 接着他才发现身上被划破的衣衫 你伤口还没愈合 最好躺着 不然会留下疤痕的 秦亦臣拿过一件衣衫给他盖上 谢谢秦先生 赵亚柔虽然害羞 但是还是躺了下去 不过 秦亦臣也是左右为难 赵姑娘 其实还有一道伤势没有处理 想了许久之后 秦亦臣还是提醒到 赵亚柔疑惑地看向他 那道伤势的部位 有些特殊 说话间 秦亦臣的目光在他那伤口处扫过 只是一眼 他便转移了目光 赵亚柔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顿时 翘脸如若晚霞一样红了起来 那是浮体之毒 必须要尽快清除的 秦亦臣说完 便是静静地待在一旁 等候他的决定 浮体之毒 本来还处于尴尬中的赵亚柔 顿时翘脸微微一变 脸色 由红变白 浮体之毒 虽然不是什么直接致命的毒药 但是却会恶化伤口 若得不到及时处理的话 也会危及生命 最重要的是 伤势如果恶化到一定程度 将无法愈合 且会留下永久性的伤口 对于一个女子而言 身上留下一个疤痕 都是很难容忍的事情 更何况 伤痕还留在那种地方 现在赵亚柔终于明白 为什么秦亦臣会一直犹豫不决了 这种事情真的很难抉择 我们现在所在之地 如果要回到赵家至少三天左右 而且这还是要在路上 没有被人截杀的情况下 秦亦臣一脸慎重 只要有伤势在 别说帮忙 赵亚柔连行动自如都很难 最主要的是 这才半天 就是因为没处理伤势 赵亚柔就已经昏迷一次了 若是不处理伤口 很有可能他撑不到三天后 我相信秦先生 半嗓 赵亚柔细细的声音传来 他很清楚 浮体之毒的严重性 最主要的是 他不想太过拖累秦亦臣 若是因为自己 而让自己这位恩人有什么闪失 他会愧疚一生 你决定了吗 秦亦臣转过头来 指使了他 嗯 赵亚柔浅浅地点了点头 旋即就将眼睛闭上 他毕竟是个女子 害羞是他的本能 赵姑娘 那我就开始了 事不宜迟 秦亦臣也不是默默唧唧的人 啊 秦亦臣深深地吸了口气 压下心中的意念 开始小心地处理起那道 已经恶化的伤口 赵亚柔撬脸之上 浮上了一层诱人的羞红之色 长长的睫毛不住地颤动着 放心 很快就好 秦亦臣提醒一声 他从戒指中再次取出一些清理伤口的棉布和药液 然后缓缓地擦拭着伤口 仔细地清理了伤口之后 秦亦臣意念一动 炙热的真元迸发而出 在其手指间吞吐着 没有出乎他的意料 这浮体之毒在真元的烘烤下 被蛮横地驱逐蒸发 不过索性还好 片刻后 这一项艰苦卓绝的任务终于是完成了 好了 等伤口愈合时 擦了这个就可以消除疤痕 秦亦臣放了一身衣裳和一个玉瓶在地上 身形连忙式冲出了山洞 谢谢 赵亚柔双颊羞红 还是低难了一声 望着秦亦臣逃窜式的背影 他忍不住露齿一笑 那一笑的风情堪称倾国倾城 不过却无人能有幸得见 在距离秦亦臣他们不过十里之处 两个黑袍人在林中穿梭着 不过他们的速度并不是很快 仿若是在寻找着什么一般 这鬼地方 去哪里找那丫头啊 在寻找间 一个黑袍人不耐地抱怨道 身为武王强者 确实要沦落为搜寻之人 而且是没有方向的搜寻 这让他很是恼火 别抱怨 如果让那丫头回到赵家 你就准备面对大人的怒火吧 另外一个黑袍人 皱了皱眉头 呵斥道 而听到这话 率先开口的黑袍人 一端想 面色一变 对着另外一人喝倒 那个踹飞了魔兽 尸骸的黑袍人 一愣神之后 也是连忙从袖袍中 掏出一枚玉符 一把捏碎 在之前 不过是几个照面的功夫 便是有一名 同等级的同伴身允 他可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就在这个时候 陡然从远处临间 传来一声售吼 听闻这动静 秦义辰面色一变 连忙是站了起来 猛地冲入了山洞之中 快些离开这里 他们追来了 秦义辰偏过头 眉头一皱 沉声说道 闻言 赵雅柔也是咬了咬猪唇 快速穿好衣袍 精神力弥漫开来之后 秦义辰也是察觉到了 两道有些熟悉的气息 他的面色 也是变得阴沉了起来 若不是他刚才失神 怎么会被人隔得这么近来 在到赵雅柔穿好衣袍之后 秦义辰一把搂住后者的细腰 身形从山洞中闪掠而出 被这般粗蛮的一抱之下 赵雅柔忍不住低呼一声 感受着景色在眼边 飞速地后退 他又只得无奈地闭上了眼眸 在那里 秦义辰刚冲出山洞 不过树里的位置 一道怒吓之声 便是响彻而起 随后两道身影 从林中腾空而起 对着秦义辰飞绿而去 该死 见到被察觉了 秦义辰心中低骂一声 身形也不再藏躲 同样是冲天而起 留下那丫头 饶你不死 虽然是冲天而起 入户以后 来的空心中低骂一声